这次关心的是台北市长办公室爆出了官说 疑于B局官员把市长市交办讯息是误传到了市府的这个LINE群组 内容是柯市长交办帮民众安排到市府服替代役 而最新消息说法是整件事情是市长市的专员邱玉凯的个人行为 晚间他已经请辞货者 北市府日前才发声正风处主秘林慧琴 上班时间把股票讯息误传到台北市政府渔情网赖群组 最后遭到机国处分没想到误传群组的事件再度重演 同样是台北市政府渔情网群组 北市府兵役局秘书谢清仁将上级交办事项误传群组 内容竟然是市长市专员邱玉凯以市长柯文哲的名义 要求帮民众周世恩乔道市府服替代役 还详练了周世恩的个人资料 消息曝光后遭到外界质疑 难道柯市长也在官说乔事情吗 这件事情是邱秘书的个人行为 市长事情也完全不知情 不管那个动机违和 那这样的行为确实影响到市府的形象 那所以对于这个邱秘书他主动请辞 那市长也要让他立正 邱玉凯个人脸书也发文道歉 自称是个政治草包 希望用辞职竖起红线换得改革契机 不到半个月误传戏码又再度上演 让乔事情的离谱行为曝光 柯文哲的群组市政又该如何整顿 柯市府风波一波接一波 看来除了对外清理弊端 也得好好加强内积内控才是 邱电TV黄慧珍台北报道